香港媒体在7号报道 前中共央行的行长戴相龙的女婿 持有香港企业的巨额股份 并曾在戴相龙出任天津市市长期间 利用港股谋取暴力 评论指出 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之下 要想不腐败都不可能 像戴相龙这种掌握着中国金融命脉的高官 出现这种事情一点也不奇怪 而香港媒体爆出这些消息 很有可能是中共高层在放风 戴相龙有可能成为下一只重把的老虎 7月7号 香港媒体大量报道 戴相龙的女婿车峰通过全资控制一家 名为Ever Union的英属维京群岛公司 活跃于香港股谈 香港明报计算 车峰通过这家公司 至少持有三间香港上市公司的股权户股债 市面价值约有14亿港元 另外报道还说 车峰在2006年3月 赤资近1亿元购入港股 约一年后 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突然决定推出港股直通车 不选择上海或深圳 反而挑选了天津作为首个试点 消息刺激港股强势反弹 车峰持有的股票累计超值过8倍 而当时的天津市长 正是车峰的岳父戴相龙 有分析认为 许多中国红色家族 将香港作为洗钱的重要阵地 这也是北京打压香港普选 以确保由自己人来担任特首的原因之一 随后 大陆财经综合报道 东方财富网等媒体 以戴相龙女婿的港股江湖 持三家公司股权 9月内赚2.4亿为题 报道了相关内容 大陆媒体的报道还强调 戴相龙曾担任中央银行行长 而车峰担任最少11家 英属维京群岛离岸公司的股东或董事 其中5间公司曾投资港股 或者和香港上市公司买卖资产 而早在前年12月 《美国纽约时报》还曾报道 2002年戴相龙出任中国的央行行长 并负责监管保险业 当年平安保险公司边临倒闭 车峰间接拥有的 鼎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购买了5500万美元的平安股份 到了2007年 这些股票价值已经达到31亿美元 有记录显示 鼎河还在2002年11月 收购了海通证券公司的大量股份 海通2007年在上海上市 鼎河所购海通股票的价值升为10亿美元 而海通2002年 也是处于戴相龙的监管许可权之内 而戴相龙的妻子柯用珍 更是从2007年到2010年 一直担任海通公司的监事会主席 德国之声评论说 中国的股市对于有消息的人来说 股市是一部印钞机 而对于没有消息的人来说 就是绞肉机 戴相龙除了曾经担任天津市长和央行行长 还曾担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而所谓的社会保障基金 自2000年成立起就一直备受外界指责 被认为是政府精心设计的 坑老百姓肥官员的计划 社保基金被官员贪污的案件也频频爆出 另外 戴相龙在人权方面也受到国际指责 戴相龙在担任天津市长期间 将处理法轮功问题列为工作重点 据美国明会网公布的经核时的数字 10年前 天津市至少已有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天津市至少已有9名法轮功学员